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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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會評論一下友好媒體 香港01 香港01常常有不同的窗戶 這些窗戶亦很尊碼後康 所以我們都覺得應該討論一下 最近他用了以天屠龍的香港電視台播映 他說為何自從金融之後 香港好像再沒有這些 可以跟金融並駕齊驅的小說家出現 然後他拿了一些例子 他很喜歡拿國外的例子去給 我覺得也對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拿這些東西去參考 譬如澳門 就算沒有長篇小說家的資助 他也有支援中篇小說的澳門基金會的補助家 他說如果你拿到這個資助金的話 就已經坐底有五萬元了 但是澳門給了這個錢 有沒有出過金融的作家呢 台灣也有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 每位創作者可以有五十萬新台幣的補助金 只要你兩年之內寫好一篇十二萬字的著作 已經不單止有版稅 可能連這個補助金也拿到 他亦都說 這個做法 令到台灣的小說創作界很蓬佩 蓬佩過香港很多 台灣小說創作界很蓬佩 也挺蓬佩 譬如你有沒有聽過 有個作家叫天堂 天堂便回到台灣做 他又發覺 香港寫小說真的玩不到 但是我在台灣寫小說也能賺到錢 都會有這樣的說法 我現在問一下 其實現在他說了台灣有這麼多長篇小說 或者其他小說寶助專案 令到他們那些小說家 可以在一個可以維生的情況之下 全職投入創作 香港是否要跟這種方法成立 簡單來說 香港是否應該圈養藝術家 藝術家也沒有人看 所以是否應該這樣圈養 我自己是寫小說的 我還寫了很多年 我並不認為一個藝術創作 是需要政府資助的 因為藝術創作 如果你有一個創作熱情的話 基本上你是不需要 你不需要為錢 你自己打份工都可以寫 香港有一個作家叫林詠森 我想大家應該聽過 寫魔幻廚房 那林詠森是怎樣出來的呢 林詠森是一個讀英國貿易出身 然後他相信了不知哪一年會世界末日 然後他說我世界末日支持我一定要寫一本書 有一個作品 有一個作品 然後那個作品 他自資出版 然後自資出版竟然是賣得巧 然後於是由自資出版 開始變成人文腳幫 事實上你現在發表一個著作 《套雪琴》 或者你寫《三角演義浪觀中》 他們有沒有究竟是為了錢而創作呢 譬如你見到胡錫寫上市集 他都不是為了稿費而創作 他們自己是一個有閒階級 一個讀書的人 對於這個世界、社會、發表 是應該是有一個自覺性的 你如果有自覺性 你希望人家圈養了你 基本上這種人已經不值得資助 那我又反過來說 他未必是要資助那些作家 但是他可以提供一個更加 我不知道 譬如你巴金那些 好像有什麼中國作委會 名成利就 會不會這樣可以鼓勵到人去創作 巴金在初創作的時候 是不是資助的 是後來成了名之後 接著就被一些中國政府圈養了 於是他成了名之後 圈養了之後就沒有作品 對嗎 圈養是一個沒有作品 就是一圈養就是沒有作品的 其實那個人是自己走出來的 那個人可以的 為什麼不回事 你自己喜歡 圈養是誰 圈養是自己很喜歡寫作 不停地投稿 他老公、他前夫 他前夫就是自己的文學作家 每個人都在做 到最後天天在寫 全職寫 圈養就是做家庭主婦 哎呀沒辦法 這樣寫著 我告訴你會有一個很諷刺的情況 我一方面就覺得 藝術創作就不應該要獲得政府資助 因為藝術創作就可以有一個商業上的成功 你成功了 你便會發達 還有你有 passion 還有你不用補充 接著我們要講 但另一方面我們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資助一些人民學科 因為人民學科 如果你沒有人去搞 就沒有人去研究 等等 我撇開 我限制於他講 結果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評論這些小說的人 就是因為做文學研究的人 他就可以給政府資助 可能每個月都有幾筆東西 甚至十幾筆東西 如果做教授 創作的人反而是沒有這種獎勵 你不覺得我不公平嗎 沙士比亞是做不到大學教授 但你研究沙士比亞可以做大學教授 當然這個世界是這樣 這個世界是這樣 當然我並不認同市場 需要研究一些文學創作 究竟是否需要一個學科 你現在是否可以接著中文系 因為中文系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去研究這些文藝創作 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是作為一個語言教育 這個是語言學 這種說法我告訴你 你就是充滿銅臭味 就是香港人一的最討厭 你不能只資助那些實用學科 即是理工那些有用 應用科學 你就不要去資助索科學 這樣說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是否充滿銅臭味 不過我的空餘時間 很多時候是寫作讀書 而他們的空餘時間 只要靠錢 我是否是銅臭味 現在有很多人這樣說 行如有餘力 即是白崇禧說 質疑學文 意思就是說 喂 你們應該有時間去賺錢 可以換到實際收益的東西 你有空才去做這些文學科 我不是的 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做文學 或者什麼創作 我賺錢的時間是很少的 但問題是 我並不認為那樣東西 即是如果有些時間全部 因為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確定 我先說回這個主題 因為主題就是 我們認為這些文藝創作 我們平時都會有興趣 自己有 passion 去做 所以你不應該去資助這些人 但很諷刺的地方就是 我們如果用回這個思維 放在學界的話 有很多學系都可以倒閉 因為你喜歡研究歷史 你便平時去做 究竟政府資助這些大學裡面的學系 究竟是為了資助他做研究 還是為了資助他教育 去傳授知識 可能你已經發現了知識 發覺知識 給下一代 我記得當年《資大》的時候 有個很出名的教授 我又出了一篇這麼厲害的文 但為什麼沒有人工加的 很出名的經濟學教授 那叫Joss Nicola 張不常常看的 史德拉 Joss Nicola Joss Nicola 他說是呀 我們的工資不是資助我們做這件事 是私校來的 我們的工資出給我們做教書 是 這個他搞不清楚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作家是教其他人去寫小說 他就應該有份量 但如果他寫小說 就不應該有份量 意思就是這樣 這個其中一個看法 首先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搞清楚 究竟他在大學裡面 拿的資助是什麼 是叫做教書 還是叫做研究 其實如果你做得好 那樣東西 的確是會有人宣揚的 我想很多人都願意去 去資助文人 而資助文人 從來都是有錢人 或者是有人發財 是這麼多年來都有的 但你不需要這麼大規模 是否需要政府做 當然政府都要宣揚一些 可能好友 我反而是最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 宣揚他們 我覺得是沒錯的 但你不應該由政府宣揚 為什麼呢 因為私人宣揚 他有個私人品味 而那個盈利和虧損 都是由他自己承擔 其實不要說法國大革命之前 有很多沙龍 就是養著 你能力復興的時候 Medici 就是圈養了很多 但如果你用中堂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現在的藝法局 現在就被人說 全部唯威唯 你誰認識那個人 或者你依照他們的格式去寫 提材去寫 可能不只是格式 可能你說話要對聽 適當的時候 政府被人罵的時候 他幫政府說話 你變成了政治的分裝 因為藝術是難以觸摸標準 你用政府的資助就變成標準化 我想在1950幾年的金融的時候 假設當時有一個文學基金 金融絕對拿不到 那時候網入小說很看不起 今年的1980幾年 他還很在意自己 為什麼網入小說被人看不起 我想所有 或者你去到曹雪芹的時候 當初的時候 到1910幾年 曹雪啟紅樓夢 都當是一些雜書 曹雪芹你都拿不到 基本上所有圈養出來的文學 全部都是不得的 當然有些人是得 例如李伯 人家圈養了宮廷文藝 那些就會得到 但都是用皇帝的司機線 如果要用現在的比較 他不是成立了一個圈養的機構 去圈養這些人 這也是01的論調 反映到剛才大師說的那樣東西 通常政府 又或者建議人圈養那些 他都是看回以前 就越不是看 Frontier 已經發生了什麼事 他不會說圈養 圈養一些高登小說 這些都過關氣 他覺得 金融很厲害 這些是半世紀以前的事情 但金融當時的時候 大家看不起 對 他現在眼光 現在需要圈養 都是圈養幾十年前 以為不行 但是後來今天覺得好得的東西 那變成今天圈養 今天圈養覺得 今天不行 但是在前線發展的東西 如果今天出了第二個金融 那就慘了 50年來這個文學發展 都沒有進步過 日本現在最流行的小說家 反應寫的東西 跟以前那些小說家不同 他會說 50年來都沒有出過一個新的重品清唱 不會的 香港也沒有出過金融 金融從來不是香港出的 今天是大陸過來香港 然後由一些左報去提問 是 到最後你要政府資助 其實都是一種 既得利益集團的分裝 如果他建議圈養你 那你會怎樣反應 你收不收呢 總說 那個東西如果牽涉到 既得利益的話 當然是會接受 而且我還會幫他說話 可惜他沒有 但我再想拉遠一點 因為另外一種國法就是 有一些藝術是絕種 沒有人搞的就死了 所以你就要去資助 一些藤林絕種的 譬如說得比較多人認同 就是那些昆劇 我不知道 總之有一些小數民作 或者一些次文化的藝術 你就要去資助他 說得比較近一些 你記得利益差別 香港沒有人寫詩 你是不是要搞一些詩的資助 去鼓勵香港繼續有詩人 有一些作品的藝術創作 譬如電影、昆劇那些 是需要很高成本的 他不同的詩人不同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會創作的 我們知道教人 但我們當然不是不資助 我們不是資助那個人 是資助那個教育環境 是資助那個教育環境 就是自然會揹的 譬如說 其實最成功的在中國大陸 是語劇、荷蘭劇 是做得最成功的 是那些年輕人都唱的 在荷蘭裏 因為他用了很多預算 但你有很多預算的 電視播很多 然後教育會教 那些自然會提升到興趣 但而且那些劇的話 你也是會成本有成本的 但你寫作、寫詩 寫詩就是寫歌詞 寫小事是零成本的 還有很多建議創作的人 是沒有看到長一點的歷史背景 就是你不同類型的一些 不同類型的一些 不同類型的一個表演 你音樂有不同的 就是有古典到流行 小說也是 武俗小說也是 詩也是 每一個年代寫詩 寫到盡的時候 那就要轉 如果再鼓勵他 繼續創作的話 是一件蠻蠢的事 就是應該要安樂死 安樂死 就是要保存它 當作是一個 保存以前的作品 就行了 不用再叫人繼續創作 不用再叫人作宋詩 今天還有人去寫騎士小說 其實某程度 武俗小說都有少許的問題 好的已經寫完了 變成要轉過一個方式 現在人們看的習慣 又或者他可以發揮的內容 好 最後 其實我們之前 曾經大師和Kevin King 也有提過一個好例子 就是J.K.羅琳 其實J.K.羅琳 也有受政府資助 但他不是受政府的小說之助 而是負面的小說之助 而是負面的小說之助 你只要給他一個 基本的生活網 他不會餓死 那就可以了 應該是這樣 是給一個基本生活網 任何人 所有人 所有人有這件事 他就自己決定做不做小說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說 畫派 可能畫畫 或者甚至什麼都不做 我只是看書 可能他只讀書 但就不只是資助小說家 是小說所有人 有了決定他做什麼 最後J.K.羅琳 就沒有什麼小說資助 就成功了 可能資助了一千個 只有一個可以 但問題一定有 起碼所有人都有這個權利去創作 而不是去創作你指定的東西 好這次就到這裏